那這邊我舉一個簡單的 就是假設像這樣子的報告出來 我要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到底是Bogga1、2的哪一個基因變異 是Bogga1呢?還是Bogga2? 我們只要看這裡就好 它被讀了幾次 你看這裡 要讀 至少讀了3000次 而且是哪一個基因未點變異 它都告訴你清清楚楚 所以分析的機器 跟讀取的深度 讀取的廣度 變異的未點 我們全部都要秀出來 甚至還加上 你們看到紅色的部分 為什麼它標記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就是 已經比較確實 它就是致病性的 這是統計數據上面 明確的標示出來 是致病性的 那黑色的部分就是 你有變異 沒有錯 但是目前並沒有很明確的結果 是它是致病性的 那這就是要累積數據 因為今年是這樣 明年也是這樣 那後年數據統計 它可能就是有致病性的 所以這個資料都是要儲存在 我 官方的公司 或甚至在你身上 然後再請 這一間公司重新再檢驗 然後再分析一次 這邊我就是剛剛講的 秀的就是 新的新的新一個案期刊 它已經講說 Bogar 1 2對於我治療 用Pub Inhibitor 它有59.9% 我特別這邊標記出來的治療效果 那去年的 ESCO也是一樣 就是幾乎所有的 paper 都是針對 Pub Inhibitor 跟Bogar 1 2的治療方式 那這是醫生在看的 2018年 醫生NCCM的概念就是 為什麼Bogar 1 2 以前還沒有寫到這裡面去 就是還沒寫到指引的概念 結果現在它也把它寫進去 就是檢測Bogar 1 2的重要性 這是給醫生看的 我們看給民眾看的 因為國外的FDA 它也會出給民眾看 給民眾看 它都講得很清楚 當有乳癌或卵巢癌的時候 我要不要進行Bogar 1 2的檢測 它這邊都有標準指南 這個如果說你們有需要 當然就是可以跟學會這邊來提供 那網路上其實你都可以查得到 因為它是公開的版本 醫生的版本 它不一定會隨時公開 那連這裡 你看 Pub inhibitor的治療方式 它都寫在這上面 就是可以看得到說 原來 這個東西就是已經很確實在執行 而且是在國外是非常盛行的 那有一篇新的 就是2018年 然後在年底 大概11月的時候發表的 這一篇期刊很特別 它把所有這兩三年做的數據整合 全部寫在這裡面 它有講個幾個重點 我希望就是在最後的時候跟各位分享 今天來就是想知道說 Bogar 1 2的檢測的重要的意義性 因為這個有別與前 預測癌症風險 這完全不一樣 你看 第一個 我要檢測 我要檢測先天的Bogar 1 2已經在乳腺癌 就是乳癌或卵巢癌上面有很明確的功用 這是確實的 因為統計的數據就是寫得非常清楚 甚至Bogar 1 2檢測完以後 在已經確診的患者的治療的選擇上 如果是用薄筋類或Pubinhibitor 也是有很明確的相關性 它是有對應指引的 就是效果好這部分 它是很明確的 然後在晚期或者是轉移性的乳癌 這通常都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Pubinhibitor的抑制劑 甚至對先天Bogar 1 2的 你有被檢測出來先天突變的 藥物的反應竟然效果也不錯 幾乎保持在60%以上 這是真的是會 不只讓醫生 也是讓民眾非常振奮的事情 因為以前從來不知道這些 那真正拜科技的那個所賜 就是累積這些數據 然後發表 那最後一個 檢測先天的Bogar 1 2的突變 可以當成治療模式的評估指標 這很重要 因為以前都還沒有人敢公開場合講 或者是發表在文献 這是很明確的文獻發表 就是我甚至還可以講得很清楚說 檢測先天的Bogar 1 2 對一般的民眾是有正向的意義 不管是在治療或預防上面 那什麼時候該檢測 這個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把時間留在最後這兩張投影片 進行先天的Bogar 1 2 突變的檢測的重要時機是什麼 假設男性他本身有罹患乳腺癌 或者是有遺傳死的人 那確診的年紀小於50歲 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那還有卵柴癌或疑腺癌的個人史 有轉移性喝吐陰性的 包含三陰性的 這也都是 尤其剛剛的PAPER在三陰性上面的治療效果 都非常好 那腫瘤細胞中有檢測出Bogar 1 2的變異 它通常都是FROM 就是從你的先天的遺傳過來的 比較少看到是自己突變的 那家族始終有乳腺癌 卵巢癌或腹膜癌 這些清洗型的那個癌症患者 通常對這樣的檢測效果也非常有效 那上面是我針對就是如果我們 要檢測Bogar 1 2的這個突變的時候 我們依據我們選擇的機器 選擇檢測的方式 如何去定義廣度跟深度的重要性在這裡 那祝各位在2019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